该该上班的上班是不是说干脆空调出来空调 那个全人死了能把钱带的关自己吗 今天是还不下的明天还在不在 还多少钱看一看 我把这块钱看看 就跟他说一下你说我下个月还给你 你不还你要跟你姐说一下吗 哎我吃蛋了 哎 我现在去洗澡你打个电话 哎我吃蛋了 你打个电话我请你吃山寨鱼好不好 怎么样跟你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你还要不你有完没完呢 你给你姐打个电话 我马上给你五十块钱 我不打个电 你给你姐解释一下 你清洁啊 我得去把你搞过来 我就跑不到给你 我这是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做人 那是我亲戚我有钱还没有钱但是不还 你可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这电话不打电话 他会认为你发了工资就出去乱花 你这种人搞过来我消费你打不得个饼安宁 我现在九点钟我没人上班有完没完了 你跟你姐打个电话我讲你讲你你五十块钱 我要你五十块钱 我 这样给你五十块钱献给 我五十块钱这这这这这五十块钱讲给你 你打 我把你搞在楼上我都讨不到个南京 你有完没完的人还洗澡你把人都搞得 我说你给你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还钱 我是老是这样的人都要洗澡现在九点多你有完没完你 我现在你不是不走啊 我奖励你五十块钱我们还要不要做朋友的 我们还要不要我们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做朋友 你有没有良心小月你讲不讲良心 我们实在讲不讲我又不是他欠你那个钱不换我实在要还 现在这个感觉像洗澡早睡觉明天上班呢 我就说你发工资了你给你姐打个电话为什么不还钱 那我看你这种好我奖励你五十块钱你打了就奖励五十块 奖励你五十块钱吧好不好 我又不说要你搞什么节目要你搞什么 你就给你打姐打个电话三两分钟三分钟好不好 打个电话三分钟你就说我发了工资因为什么原因 你给你姐解释一下免得你姐认为你是一个有钱不还你那种小人知道吗 他已经睡觉九点半了就打着试一下呢 哎你妈老是认个不想打不认个现在你上过去 现在到手上去搞的五百块钱的我奖励你五十这是奖励你的 这个是你拍视频额外的五十块钱现金了或者 你你前几天没钱的时候 你要三十块钱还干活今天就打个电话的政务师 这挣钱的机会来了你不把握啊 我不想当你钱 那你给我打电话你就把刚才的五十块还给我 我帮你还还别人账的那我就马上走好不好 你看这正五十还是还五十块要我 那屏幕要你要还的你这只人哪叫 我给你还了账的呀 别跟着看我的面子才借给你的呀 我跟你把我债务还呢 那张先生我给你搞直播拿一拿账是不是给你抵押是不是一样 没抵完呢关键是没抵完明天不止点明天不明天明天人子要死是不是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做朋友小鱼 继续做朋友呀 继续做朋友的 你那个叫你放五十块钱的 这种人的叫 叫什么呢 放的 脸是人干 这 这样的你身上这脸都脸不掉 不是什么脸你 我讲 讲五十你打个电话就不打了小鱼 你没那么会计你现在时间不早啊 我奖励你五十块钱 你没那么会计你现在时间不早啊